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您看到我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免費燃機對不對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這裡預設就有一個 有沒有Pick-Pick的螢幕擷取 繪圖跟編輯 事實上這個 這個不只是那個抓圖的功能 它還有什麼 還有簡單的影像作為的功能 還有一個就是 還可以做白板品牌 它也可以 它也可以 所以還不錯 那韓劇讓大家有沒有看 看很多對不對 這個是韓國貨 還不錯啦 還不錯 那你可以判打判 這個不用安裝 不用安裝 你這個放在整身裡就可以用了 所以呢 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那你可以去看看 打開之後 裡面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調色盤 叫做Pick-Pick 有一個調色盤 找到這個符號的 你就把它點兩下就好了 點兩下之後 在我們的工具列上 就會多這個圖示 我現在把它打開 它會有一個編輯器 我們不管它 來 你看我們的右下角 又收起來了 不要這麼快收起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會多一個這個 調色盤 這樣了解了 來我把上面還給各位 你先知情看看 先看看說這個地方 你怎麼做 因為我們在做文件的時候 你有可能 網頁上抓也可以 或者是你從別的地方 你從文件上面 你可能要抓除 都OK 那這個就還蠻當便的 那現在大家都有 知情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 事實上它當然也有快速鍵 也有快速鍵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看看 比如說 假設你是上網也好 那麼如果你想要把這個畫面 把它稍微抓下來怎麼辦 你就移到這邊來 來 你看一下 你就把它移到這個 這個 這個的上面 點左邊 或點右邊都沒關係 就是那個調色盤 來有沒有叫螢幕截取 螢幕截取 螢幕截取你看一下 我們平常 其實比較常用的 應該是叫做 矩形區域 就是某一個區塊而已 你如果用那個Clean screen 它是變整個螢幕都印下來 你再來排切 所以比較麻煩對不對 可是我有時候就是 只要那一塊而已啊 那這個時候呢 你看看喔 假設我用矩形區域 我把它點一下 好 然後這個時候會變成一個 我可能用 我先把它取一下 來我把這個關掉一下 來 這樣你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 矩形區域 這個時候它會變成一個 一個像十字有沒有 那你有沒有發現 左上角它有一個放大的那個位置 也就是說 當我移到比較近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你那個 細的那個線有沒有去切到 好 因為像比如說我在寫 之前在寫書的話 我們就這個要抓得比較準 好 那我就把這個地方 你就點一下就好了 或者你用拖曳都沒有關係 好 假設我用拖曳的也可以 偷偷偷偷偷偷 欸 右下角有沒有 你就看喔 我要很精準的抓到 上拍 有沒有 就抓下來了 好 我們的畫面就會像這樣 就把它抓下來了 那 這樣子抓完之後呢 你可以在這邊做什麼 你看它這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些小工具 有沒有 也許你以前 也許有時候你可能會在哪裡 可能會在握著裡面 去 再用一些 那個什麼 框啊 這個箭頭啊 可是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在這邊就做完了 來這邊做完了 比如說你看我這裡有沒有 箭頭 我先用框好了 先用框 那我們看一下囉 好 我按一下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在你要的地方 畫一下 有沒有 好 我把它畫在上面好了 畫在上面 欸 如果你要還原 快速鍵是什麼 Ctrl加 Zin對不對 Zo 欸 有沒有 這樣我是用框起來的 那麼如果你覺得 那個框的顏色不喜歡 你看喔 當我框起來之後 它上面這個會變了 有沒有一些顏色給你選 好 那跟握的一樣 有沒有可以叫做前滿 跟外框 有沒有 握的裡面 握的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 那那個 那個 比框的 粗細也可以從這邊選 好 然後框的顏色也可以從這邊挑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這樣的話就可以比較方便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放大縮小 比如說我剛剛畫太大了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這樣子 那 你點一下旁邊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再編輯它就點回來 它上面 它那個框框又會出現 好 又會出現 這是 那個 那如果是箭頭也是一樣 點到它箭頭 那我就把它拖音一下 有沒有 箭頭是不是又跑出來了 不過它現在有一個小小的bug 就是你看 就是你看 我那個箭頭 你有什麼小塊屁條 你這個尖尖的地方不見 對不對 被切掉了 那沒有關係 你就來這邊 右上角這裡 我們剛剛是有一個 那個箭條的尺寸有沒有 套度 套 箭條的那個寬度 你這裡調整一下就好了 它氣勢出來之後會 會有點翹掉 那 把它翻一下 有沒有回來了 沒有正常的 這個箭頭這樣有沒有 比較完整 好像這個地方 它現在有一個小bug 它沒有改 沒有改 所以你第一次用的時候 射一下 那 我再調回來 這樣就是正常的 好像正常 所以 炒的時候怎麼辦 可不可以拿到握著裡面去了 可以 因為你看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複製 這裡有一個複製 所以你就把它複製一下 現在我回到word裡面來 我來這邊 來把它貼上 好 把那個檢視的比例 稍微 前面就貼過來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做完了 那邊就ok了 就很單純 那麼如果你想要看它好看一點點 什麼叫好看一點點 我們這樣是很單純 抓什麼就放進來了 事實上它剛剛這裡還有一個 外框的功能 你看 特效這裡 有沒有 上面這裡有一個叫特效 對不對 這裡有個特效 我們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外框 有沒有 這裡有外框 你今天如果把這個框框 把它增加進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假設我很單純 它裡面有幾個樣式 我把它用 假設用這個好的 就是 你現在看到它待會呢 會在我們的土的外面 加上這個灰灰的框 有沒有 好像有點那個照相 相片一樣 在這邊 那麼 我就把它按確定 好 現在我重新複製一頓 把它貼過去 你看看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我沾掉 把它重新貼上 有沒有發現 我貼過來的這個圖 旁邊就要自動把我們加上這個框了 對不對 你不用再 不用在那個 影像處理軟體裡面在做啊 我就可以在它那邊就處理好了 這樣了解嗎 啊 對 因為這樣看不到 好 這樣可以齁 那麼 你這樣子ok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齁 如果你今天還想要再抓一次的話 請問 如果你以前用你的那個print screen 假設我再抓一次 你看了齁 我再抓一次 一樣 螢幕截取齁齁 旅行區域 好 我再把這個地方刷一次 好 我現在抓完了 請問 如果你用那個以前的概念 vinus screen的話 請問 上一個的還在嗎 剛剛抓的那個是就馬上就不見了 可是這邊還留著喔 為什麼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有影像二影像一 對不對 如果你軟體沒有關掉 他就會記得 所以你隨時可以回到之前的在怎樣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這個用完 啊 剛剛那個還要 我可以再回來 對 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好 所以這樣就還蠻方便的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嗎 有沒有 是不是還在 你隨時都可以再回來再把它處理好 當然如果你本身 不是要把它貼到Word 你也可以直接存檔 那就變成那個圖片的格式 就可以存下來 好 所以今天你只要是螢幕上的都可以抓 包括什麼 如果是影片 有時候我看影片的時候 我本來把那個畫面抓下來 這樣也可以用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小軟體 在抓圖的部分主要是這些功能 那麼我稍微再介紹一下它 還有哪些 可能這位比較有機會用到的 我們看一下這裡 事實上 在這個軟體裡面 還有一個可能各位用得到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白板 因為剛剛同學其實只有看到我 三個我不是都放大嗎 畫畫 這個也有類似的功能 雖然我不是用這一套 但是它也有類似的功能 那另外呢 它本身也有螢幕放大鏡 也有螢幕放大鏡 也還好用 但是我比較少用這個功能 那麼你看一下 我們先看那個白板這個功能 好了 你選到白板 你會發現上面這邊 也沒有多一個工具列跑出來 有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進入白板功能 你現在這支筆 就可以馬上用畫 直接在這個螢幕上是直接畫的 直接上面畫 那你也可以畫實踐 你可以畫矩形 所以我們試看看 你看 我要畫 這樣有沒有 就可以畫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離開了 就按一下 這個 這個是放大的時候 你放大 那就可以用它去移動一下 有沒有 用它去移動一下 這個是它的白板筆的功能 當你關掉的時候 它就 那個筆畫就消失了 這是 這個白板筆的功能 所以 你會發現我們現在 新聞也好 氣象也好 大家都在螢幕上寫字的 以前都還要做那個 那個什麼板子 現在不用了 就直接上面寫比較快 那麼 如果你要用它放大的功能 其實也OK 放大鏡的功能 它大致上就是跟你 那個微軟的那個比較像 這個 有沒有 就是固定在一邊的 固定在一個邊上的 但是我想這個 不見得適合各位 我們剛剛介紹那個可能 比較適合大家 所以 這個小軟體呢 大致上主要有這幾個小功能 給大家做個參考 請問大家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針對這個 你剛剛說在螢幕上 你覺得 你剛剛說在螢幕上 你要暫停 你要暫停 比如說我現在看一段影片 那把它暫停 我就可以把那個畫面抓下來 把那個影片的那個畫面抓下來 這樣子 你如果暫停 你有時候會 那個一直播 有時候沒有抓到你那一個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稍微暫停一下 所以這個小軟體呢 你不要還裝 你可以帶著走 那還蠻方便的 給大家做參考 OK